这是1943年7月7日 清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之一 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姬首次访问印尼的现场录像 访问期间南京大屠杀战犯 时任日本第16军司令官的袁田雄级多次随行 东条英姬在机场与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苏加诺和哈达等一一握手 随后乘车前往雅加达 沿途日军还安排了大量学生进行欢迎 东条英姬此次亲自来访 表面上要彰显对印尼人民的关怀 而维持统治下印尼的稳定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1943年2月日军丢下了两万具尸体 从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败走 盟军掌握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日本转入防御状态 而印尼防备力量空虚 加上印尼人民对日本占领军的日益不满 东条英姬也感到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让步措施 拉拢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和宗教领袖 作为政治工具 有条件地和他们合作 并通过他们扩大日本军政对民众的影响 以收览民心 现在东条英姬一行来到雅加达的独立宫 此地宫殿园是殖民时期 荷兰东印度群岛总督的住所 而此时为日本军政府陆军总司令所驻地 东条英姬在宫殿内向一众统治印尼的日本军官驯化 自日本占领印尼后 日军用一切手段掠夺战略资源 是由橡胶西和铝帆土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东条英姬还召见了当地代表进行安抚 意图削减民愤 自盟军开始取得战场主动后 日本统治者对当地粮食等农产品掠夺更为严重 造成了印尼各种生活用品其缺 物价不断上涨 饥荒死亡人数大增 现在东条英姬来到兵捕营地视察 兵捕实际上是日军为应对兵员紧张 而在印尼本土招募的部队 但其待遇和地位却和真正的日军有着天壤之别 兵捕的成员见到任何日本公民 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要致敬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日军做体力劳动 如建造防御攻势挖战壕 及看守俘虏 此外战斗中他们经常被用作炮灰 也有许多成为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牺牲品 最后东条英姬观看了兵捕的演习 并一脸严肃地在现场指示 随行的有日本第16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原田雄级 此时依然嚣张的东条英姬不会想到 他与陪同的原田有着一样的命运结局 1947年和1948年原田雄级和东条英姬两名清华战犯 陆续被执行绞刑 结束了废恶的一生